今日风和日丽 天气甚好 我们几个干嘛要闷屋子里 不去外面走走 侯儿 真会顾左右而言谈 之前不知是谁先说 要来探望白丽公子 到了这儿又装作 一副不相干的样子 我哪有装作不相关 不 我是说那人是谁 这么整没去 要来乔章木头莲 反正不是我 土苏哥哥 你好些了吗 既是如此 今日再稍作休息 明天一早 怨气中去恒山 恒山离这儿好像挺远 这么多天 也不知上宫怎么样了 他又为什么会帮着那些人呢 一定是哪里搞错的 为什么恒大为言要是敢害少公 本少爷一定把他揍得连他妈都认不出 少公一定会没事的 那些人不是还想请他帮忙 什么帮忙啊 就是练习伤天害理的破了丹药 少公才不愿跟他朋友流合 今日便往恒山一步 我看还是莫有拖大 百里公子的凶煞之气 发作起来为时下人 早先昏迷了整整三天 不过昨日刚醒 若此时上路 我们也放心不下 对啊 我一直想问 那铁柱罐的狼妖什么来头 该不会是木头莲 你太弱了吧 随随便便就被打趴 猴儿不懂 莫要乱讲 铁柱罐在诸修仙门派中 虽声名不慎 却也并非默默无闻 尤其十七代掌门 道冤真人 乃众所皆知的倒数天才 既能由他亲自出马进于水底 定非等闲妖物 百里公子独身一人 争计除去 亦是不可想象的惊人之举 简单说 木头莲其实很厉害 要换了别人 早死一百遍了 是因为所谓的煞气 才这么强 听你们一直说 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公子若有共力 不说亦是无妨 我与师们之事已将诸位牵连进来 自当讲得明白 木头莲你早该开窍了 我们如今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我是说那什么同舟共计 要夺回玉衡 抢回少宫 哪还有遮遮掩掩的道理 猴儿少些废话 越发向江湖村汉 好好的事 被你说得如草莽匪 哪有 我这叫入乡随俗 木头莲 别理这女妖怪 反正我的意思已明白 快说快说 我幼时 原本住在一个山中小村里 每到朔月都要发作 就没办法治好 不知从何而来 义无从找寻根治良好 为昆文山清晴 与清雪所惜心法 具意志之功 另有坟济一格西上 哇 这也太凶闷了吧 要不就一辈子困山上 要不就一辈子和人绑一起 绑一起 没没没 我不是说你人很糟 只是随便形容一下 屠宿哥哥一点都不记得 是谁害了你们村子里的人吗 只得一些不甚清晰之印象 百里公子曾见村人死后被吸走魂铺 那中模糊记忆 与玉衡西魂清醒十分相似 应是无疑 那公子又时可曾见过玉衡 四个熟悉之感 四个熟悉之感 铁头 却再也想起了 欧阳先生说 西魂之术古来被昧为禁法 我不希望此法再货地他人 故执意与先生踏上找寻玉衡之图 何况 即便没有西魂 仍是飞来横祸 便如甘泉村中 村长本来也是一心为村里的老人好 全是清玉坛那群叛徒搞的鬼 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如今想来不必细究 无非寄予魂魄之力 百里公子抱有仁慈之心 为避免更多惨祸而奔走 相信并能办妥遇好女神 受得还能寻晦些往西进 那天庸城的人 为什么说那个赵琳 是被苏苏杀的呢 那夜 我与赵琳师弟 在经堂中抄写典型 他忽而暴毙 却又查不住死因 我自然百口命令 我看 苏苏的师兄是个好人 他也不帮你吗 事实师父已经闭关 司刑罚的戒律长老 将我禁于司过阳 师兄身为小辈 若贸然出言 非但与我无异 反连他自己也洗不清了 天庸城那些人还会再来 多半如此 若我想再被牵连 想哪里去了 想哪里去了 本少爷岂是那种贪生未死之人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怕他们不成 我们一定都是站在苏苏这边的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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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什么 劳生息死 哀悲何意 你 你急哀 虚行之事 善策许多 必不贵丹也过去 对对对 这才是男人 虽说男人就是男 但还是得振作 所谓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好了好了 又犯话了 这还让不让人清静了 今次已说了不少 莫再打扰百里公子歇息 若无事便各自散了 睡觉也好 在城中走走也好 明日开始可又要翻锅了 哼 不说就不说 说了有意 女子不如手心说了 公子 今日之内 还是勿要妄动真轻 小心为伤 吐苏哥哥 名字 素素 说出来了 会不会好受一些呢 天大的事情 只要有人愿意分担 也就没那么难过了 啊 我知道 苏苏是个坚强的人 刚认识那会儿 我就在想 这个人明明得了怪病 和一点不像别的病人那样 总是一副痛苦模样 换了我也许做不到 可是再坚强的人 偶尔接受一下别人的关心 偶尔软弱一下 也没有关系吧 思思你说呢 别说出来 在心里 快快回答我就好了 我走了 竟有此事 弟子所言句句属实 铁柱冠锁镇狼腰 我意有耳闻 百里图苏单人孤剑 将其斩杀 可谓惊人至极 弟子食部之位和食地体内 会有如此汹涌煞气 力量爆发之时 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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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门中几位长老相较 弟子斗胎 弟子斗胎 你与百里图苏当年鄙视清醒 可还记得 弟子残怒 不过十招之内 弟子变觉 忤畏俱认 身世不清 但心中 竟对当初一招一拭 不是影响 百里图苏之神 此音曾与我透过一耳 本想以昆仑山清气 抑制其体内煞气 在寻化解之法 且多年来 亦非全无眉目 只不过 师弟体内煞气 原是经年累育 师尊从未向弟子提及 原是经世骇俗 自不便多言 巴拉 此音既然闭关 一切等他出关 再做定夺 不过 习儿听你所述 百里图苏尚能控制凶杀之气 并为良知泯灭 派人将其带回天英城 静养天时 弟子自颈下身 以重伤未愈 安心邪心 勿作他乡 铁柱冠之事 非你过错 责罚一说 休有再提 至于善事崩塌后事 我自会派人 相助你心子 多谢赵恩 日后弟子 定人更加眼以律解 修身皆行 你这心子 为时与紫印相相 也不知好 还是不好 弟子不明 求掌门赐教 不明便不明 圣人尚且行不言之教 无为自画 清净自正 我等俗人 又何须 凡事 都讲个明白 若无踏实 便退下吧 可还挂心 你那师弟 我知此次寒纠行事 颇有不妥 他身居戒律 长老之位多年 方正之气太盛 圆容宽和 却显不足 届时 我命他 遣其三弟子云端 将百里图苏带回 自不会再禁于死宫 零月替师弟谢过掌门 这是零敦师弟 我知你必有 不过让零敦下山 历练一番也好 是 弟子明白 师父要让零敦下山 这可怎么办